特斯拉你们也太欺负人了,有完没完啊,城乡城报 销乡城报报道,当特斯拉在新年开启降价之后,不少新能源汽车 别无选择,没办法就跟风降价 当还有好多企业犹豫不决的时候呢 特斯拉又来个措手不及,又涨价了 当然这也并非是全线涨价,只有一款车是偷偷的涨了 2月10日,特斯拉官网显示,特斯拉Model 1后轮驱动从原来的25.99万 调整点26.19万,账户价格2000元 由原来的一周增加到2到5周 他现在又不愁卖了,又做不过来了 产能又跟不上了 你特斯拉还有完没完呢 跟我们在这里演戏啊 我们跟不上你节奏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